每天早上起来 我们就要到园子里来看一看 园子里有什么 就代表我们早上要吃啥 不要想到来往那边去 两只小动物 也跟着我们来回跑 他们一长只小雾鸡 吓得飞了 这两天我们在路中间 看到小老鼠 有很多网友提醒我们 老鼠可能要么是吃生了 要么就是吃到药了 让我们要小心一点 不过的确是 我们要小心一点 老鼠药这边是开玩笑的 我们这边就紧离爱的隔壁 在隔壁我们可以看看 见到邻里家里问一问 看他们家有没有放老鼠药 这类的东西 是吧 你看这里就一层网围着 老鼠你是不是能把那些老鼠药 偷过来吃 也说不定的 反正就是要小心一点 我们白天的时候检查一下 大白过来 别让他乱吃了 我们萝卜白菜啥都吃过了 炭饼吃吧 要不做个朴苏无华的葱花饼也行 你看他 你看他吃醋 对不起 烂了 不成 我炒了碗了 嗯 这个冬瓜呀 那边还有个大冬瓜 冬瓜叠得啥 叠 打完霜以后 应该要等到20几号吧 20几号打完霜以后再摘 那时候更好吃 小白兔呀呗 啊 拿过来 嗯 这么棒 啊 拿去 拿去那边 对了 冬瓜出去 今天早上做葱花饼吃 葱花饼啊 串串的葱花饼啊 生猛 这里还有把剪刀 生猛蔬菜 今天吃葱花饼啊 这边地上又掉了好多核桃 老鼠 跟老鼠抢个核桃回去吃 这个好轻哦 捡两个核桃回去炸豆浆 昨天炸豆浆忘记放了 生猛核桃 放三个够了 狗子干啥呀 小白兔呀 阿白 阿白一大早是最欢的 你都开枕了 阿白在这里守着哟 来 来 这买个核桃 炸豆浆 可以 来 这买豆了 炸芝麻糊也行 你们放吧 可以 呜呜呜呜呜 今天我们都是这点饼啊 葱花拌饼 这个是什么 不知道 鸡蛋里红红的东西 这是啥 细胞 不会是个为啥吧 这个是一个小资产了 我也在想的 小资产了 让小白白敷一下 小白白自己还是个孩子 你让他给你敷 小白白 什么时候下单 阿白问一下 什么时候下单 现在的话 完了 吃那么胖 小薰在吃肉 叫炖亮汤 一大早吃点水果 小白白 大白 大白 你别去超热闹 那个不是你能吃的 葡萄是毒药 你还记得不 这狗子是毒药的 快快走 走个远点 真棒 乖乖 放两袋牛奶 今天饼 看着多一点 葱花饼 牛奶是不是有点多 牛奶给你有点多 不多 好香 这铁锅才明天再快一点 你知道吗 瘦肉筷子 嗯 葱花的香味特别浓 这个昨天的萝卜苗 要点嫩的 给小白白吃吧 这小白白真好痒 随便捡点不要的菜 就可以吃饱了 看这个小白白 看这个小乌鸡 小白白 咕咕鸡 倒睡给他 他真的就吃了我 是不是都不用加那个了 来咕咕鸡 哎 不用怕呀 大白这眼咕咕的 给你表演一个饭锅 给你表演一个饭锅 飞饼啊 你得等下飞掉地上啊 飞锅 这个停不起来 哈哈哈哈 不行了吗 这个锅 上面太高了 不是往外扎的那种 对 赖锅啊 哎呦 这个芝麻糊也好了 要买黄豆咯 再配点地瓜 要倒出来 哎呦 哇 这芝麻糊一看就不错 哇 炸的好丝滑哟 原汁原味的 核桃芝麻糊 有了好玩啊 好了 最后一块饼啊 最后一块饼 黑芝麻糊 来吧 今天出来不过 我吃这个大饼 你吃这个小饼 我吃这个大饼 你自己就过去了 最后一个是吧 嗯 有点地瓜 葱花饼 嗯 天天就过吃 鸡蛋香味啊 嗯 还有点怀念昨天那个萝卜饼 萝卜饼 萝卜饼好吃 吃吧 我们今天在做萝卜饼给你吃 萝卜牛肉饼 萝卜牛肉饼 可以可以可以 我也觉得那个好吃 哈哈哈哈 这有点太厉害了 太淡了 这才被你带的吃肉了 嗯 嗯 哥哥 我们今天没吃肉 今天只有葱花的香味 嗯 加点核桃 感觉好喝 嗯 不错 嗯 可以我们的地瓜 这个大地瓜 你吃 嗯 来吃点地瓜 我感觉你这个头发是不是又长了呀 我看一下你后面 哦 好长了 可以剪了 你看 还好我们有一套理发的工具 你都输不去你 我可以给你剪一剪 是不是 嗯 我给你修一修吧 嗯 行吧 行吧 哈哈哈 卖一些是 左手狗 右手鸡 真的是 你这多样小动物啊 都围着你转的 小白白也不怕你了 大白就更不用说了 大白就是您屁虫 人家不是说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吗 哈哈 左手一只狗 右手一只鸡 哎 哈哈哈哈 后来没那么怕我了 哈哈哈哈 跑跑跑的 吃完饭了 我把这个理发套装拿出来了 找出来了 哎呀 这还是挺全的啊 什么都有 嗯 这还有没有电呢 应该有吧 没有给它存过电 大白白 给你也推一推吧 洗不了脑给你推一推吧 好不好呀 看有没有电 怎么样 大白害怕 那就能给老公剪的头发 我刚刚又看了一下这个钓层啊 看着还是挺简单的 嗯 哈哈哈哈 做好准备没有 放心吧啊 这是我第三次剪啊 嗯 哈哈哈 第三次还有第三次 哈哈哈 剪好了以后都是我给你剪了 嗯 一个月一次 嗯 一年十二个月 十年就一百二十个月 十年一年十二次 十年一百二 我们再活个五十年六百次 六百次 以后都给我剪了 哎呀大白怎么了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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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了上次了 下一个到你了啊 行 你把那个围瓶拿给我吧 我看一下这个子 那是小的呢 小微豆那个是 人家看我的剃发 是什么 给我也剃一剃 十块钱啊 那可不行啊 你是我的那个专属理化师 把这个锁也弄过来一点 对吧 这头低一点 这有经验了 上次剃得有点太光了 后面 这是用9毫米的往上剃 不要这样往上走 不能直接挨着头皮走 这样往上走 往上走 先这样子有个幅度 有点技巧了 干嘛 很糊了 底下刀手带用等一点的把它剃了就行了 现在就有这个弧度了 嗯 这是挺满意的 还好刀不用担心会刮刀皮 这刀的成本回来没有 没有 还没有回来 这100多呢 还没回来 那还得刀剃这下 上次你用烧米袋 是吧 你非要不用 还好 还好不是 不是真的还好有个防护 要不然我耳朵就没了 我的天 直接往我耳朵上怼 我的天 咱走近一点好不好 要稳重一点 拿那个啥 这个我要加钱了 你这个嘴巴拼不下来 我看一看 在外面剪个头三十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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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 看一下哪里还要修的 看哪里啊 好像右边那里好像还多一点 右边那里的剃少一点 挺剧神的呀 我好像看不见 你看 今天这次剃的没有那么像狗啃了 应该后面要圆圆一点了 上次后面确实有点像狗啃了 但这个底下这里 我们还得这剃干净一点 剃到这里剃干净一点就行了 试一下 这剃不干净也感觉没电了 完了 怎么办 没电了 剃完 那个结束呗 听到的声音没有 没电了 真的有点尴尬了 咋整吧 两回差不多就行了 我们弄好 那下次再剃吧 对不对 多点机会给下次 是吧 来正确半个月一剃 这样的话你的技术 就会提升的很快 你知道吗 行啊 下次剃吧 下次剃吧 就这样吧 剪刀给你修修吧 今天的剪法就到此为止吧 我给你剪刀修修吧 等它套了一月 下次再来 这有点不够理想 剪刀给你修修吧 啊 今天就剪这样了 今天就不付钱了 下次下次是同意再付 这姐夫好不怪我 这心没见了 哦 你是理发师 这还赖我了 哎呀 知道了 那胡子也剃一剃吧 这玩意 这搞笑 把你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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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脚脚毛 脚脚毛 哎呀 吃完草包了 你不给钱 你就做顿饭给我吃吧 去 我给钱都得管饭吧 啊 管饭 管饭 哎呀 饿晕了 饿晕了 给他 给他 不要不要不要 我给你打 哎呀 这个还进来 二伯 又到他了 继续拿了 不是 小白 到他了 又到他腿了 哎 吃头发 我的天哪 不要那么傻 小白白 来 让我看一下 让网友看一看 剪前跟剪后的对比 看可还行 你也觉得都还行吗 我觉得看起来要精神一点吧 就是有些细节方面 可能还是得都练练 嗯 来看看 头发有没有 感觉比之前要多一点流 多一点点 那还不错也明显 嗯 我看一下后面 后面 比之前要好一点嘛 对吧 嗯 那先去洗一下头发吧 一点都不害怕 还有一点点啊 宝宝被吓死他了 小白白也剪一剪吧 我感觉他都看不见路了 嗯 要不要 给你剪一剪吧 你眼睛都看不到路 咕咕咕咕 给吓他 好 我给他冲冲的 洗个头发去 好 好 感谢观看